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第十二章 一月节前六日 耶稣来到伯大尼 就是他叫拉萨路从死里复活之处 有人在那里给耶稣预备宴席 马大赐后 拉萨路也在那同耶稣坐席的人中 玛利亚就拿着一斤极贵的珍拿达香膏抹耶稣的脚 又用自己的头发去擦 屋里就满了膏的香气 有一个门徒就是那将要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说 这香膏为什么不卖三十两银子周济穷人呢 他说这话并不是挂念穷人乃因他是个贼 又带着钱囊长取其中所存的 耶稣说由他吧 他是为我安葬之日存留的 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 只是你们不常有我 有许多犹大人知道耶稣在那里就来了 不但是为耶稣的缘故 也是要看他所从死里复活的拉萨路 但祭司长商议连拉萨路也要杀了 因为好些犹太人为拉萨路的缘故回去信了耶稣 从第十二章开始我们可以看到逾越节的前六日 就是耶稣从以法连再次在伯纳尼出现 然后接着要进入耶路撒冷 表示时间已经到了 这个是他在地上服侍的最后一周 逾越节是尼赛月的十四号 在《出埃及记》第十二章 加位已经重新订定尼赛月为一月 就是一年之首 因为逾越节就是释放 以色列人出埃及 同样也是释放 世人从死亡进入永生 对于拉萨路来讲是释放 他从死亡以及果世部中得到自由 能够得到释放的原因是因为耶稣 因为耶稣替我们死 所以逾越节是一个得释放 得自由的节期 逾越节前六日 就是尼赛月的八号 耶稣又回到伯大尼 这里说在那里有人为耶稣预备宴席 而且马大在其中伺候 那是谁在那里给耶稣预备宴席呢 我们就要看到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以及马可福音第十四章 在马太福音二十六章啊 他记载耶稣在这个时候已经告诉门徒 我们看二十六章第二节 你们知道过两天是逾越节 人子将要被交给人钉在十字架上 所以他已经说他将要被害 他要被钉十字架 第六节耶稣在伯大尼长大麻疯的西门家里 所以这个设宴款带他的是谁呢 是这里讲长大麻疯的西门 那这个西门呢 他应该已经被耶稣医治好大麻疯 不然按照律法 是不可以跟正在长大麻疯的人接触啊 因为会传染啊 那么也会造成礼节上的不节嘛 所以不太可能是还正在长大麻疯啊 应该是他已经被医治好了 然后他跟马大 玛利亚还有拉萨路 他们一起宴请耶稣 我想这会是一个感恩的宴席 当然如果宴请耶稣 他的门徒一定也会跟着去 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感恩的宴席当中啊 有耶稣有他的门徒 有西门 也许还有他的家人 对不对 还有拉萨路他们一家 大概至少有20个人在那里吧 在这里记载 谁在服侍呢 还是马大在服侍 我在想 马大表现他的感恩跟他的爱的语言 就是服侍 但是这一次啊 马大没有心怀不平 马大没有心理慌乱 很显然的 马大成长了 他成熟了 他知道他正在用自己的方式 表达对耶稣的爱跟感恩 那玛利亚的方式呢 第七节 有一个女人拿着一瓶极贵的香膏 来趁耶稣做集的时候 交在他的头上 在这里讲交在他的头上 那么在约翰福音12节讲到 他是交在耶稣的脚上 并且用头发去擦他的脚 那么这个就是马利亚表现 他对耶稣的爱跟对耶稣的感恩 那拉萨路用什么表现呢 我想拉萨路只要坐在那里 就是一个最大的见证 我们从后面有人或者是说门徒 约翰是唯一一个把这个门徒的名字写出来 非常清楚的 就是要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 他说这个香膏为什么不卖三十两银子 周济穷人呢 我们现在看回了约翰福音第十二章 表示犹大非常知道这个香膏的价值 三十两银子就等于他们一年的工作薪 圣经讲到他是极贵重的 叫做真拿达香膏 他不是仿冒的拿达香膏 他是真的拿达香膏 他为什么非常珍贵呢 因为这个香膏是从生长在喜马拉雅山上的植物的根精 所萃取出来的 我们现在大概就是说他是精油啊 这种香料你也可以做成香膏的形态嘛 现在你也可以买得到这种精油啊 我们叫他做碎甘松或者是纳丁或者是摄香精油 应该是跟从动物的腺体取出的摄香是不一样 只是他的名字有人这样叫 他是一种琥珀色的精油 我们可以从图片上看到这个植物 他生长的样子 他的果实还有他的根精 他是生在海拔一万五千尺 或者是你说三千到四千五百公尺以上的山 才有这样的植物 那么这个精油呢 他可以防止皮肤或是体内生长细菌 所以他可以用来高尸体 让他不会生长细菌 然后他们就会把他用布包起来 他也可以被用来涂抹在伤口上杀死细菌 作为伤口的护理 还可以治疗肾脏膀胱尿道的细菌感染 还可以治疗瘦 还可以治疗或乱和食物中毒 降血压抗心率失常等等在医治上的功效 他本身也是非常香的 所以他用在一些宗教的礼仪上面 还有女孩子出嫁之前要为自己预备这个香膏 在他完婚之后的第二天 他跟他的丈夫要用这个香膏来梳头 所以这香膏打破了以后呢 会满世生香 因为它香味非常的浓厚 代表圆满的意思 也象征着爱情 他可以抹在人也可以抹在东西的上面 用来作为分别为圣归神所用 他的香气以及他对皮肤的保护 也可以用来作为化妆美容或者是礼遇客人 丧葬或者是医治 一斤的香膏啊这里 讲到一斤他的希腊原文是Litra 换算成我们今天的度量横 应该大约450公克左右 综合不同福音书的记载 我们知道玛利亚应该是把香膏 从头浇在耶稣的身上 一直到他的全身 然后他又把香膏浇在他的脚上 然后用他的头发去擦耶稣的脚 就是换句话说他就是把头发散下来 那么一般来讲呢 在那个文化里面 女孩子的头发是不能够散下来的 因为他头发的美丽 唯有他的丈夫可以看到 那如果日常生活当中就看到有女子把头发散下来 通常是行为不检点的女性或者是娼妓 当时的人没有电视没有手机可以看 如果他们去一个宴席就是要吃很久 通常他们吃的方式就是会好像躺 半躺卧的一个状态 然后他们的身体的部分是靠着桌子 然后脚就远离桌子 我们可以从图片看到这个状态 其实四五百克的香膏并没有多少 所以玛利亚将香膏从耶稣的头上浇下去 应该不会完全流到他的脚上 所以他又倒到他的脚上 然后用头发去擦它 意思是要让他全身浸在这个香膏之中 那玛利亚做的这个举动代表什么呢 首先我们说这应该是一个感谢的晚宴 不论是玛大或是玛利亚都在表达出 他们对耶稣的感恩 我相信他们在聊天当中 这个长过大麻风的西门 一定会谈到他过去跟现在 他的生活有什么不同 不知道大家会不会问拉萨路说 你死掉的那几天去到哪里 看到什么之类的 马太马可福音 这里犹大说为什么要浪费这么贵的东西啊 为什么不把它卖了 然后把钱周济穷人 这是因为他们将要去过玉月节 在节期的时候都要特别的周济穷人 这个是在节期当中的一个需要做的事 所以我们曾经说过有很多的乞丐都会去圣殿附近 因为人们经过的时候 他们就会给他们钱 在这里我们其实可以看得出来 耶稣在加略人犹大心中的地位 他的价值是多少 因为加略人犹大竟然说 玛利亚交在耶稣身上的香膏是一种浪费 玛利亚的奉献是他爱的语言 就如同他的姐姐马大 服务就是他爱的语言 玛利亚在这里等于是奉献他所有 通常是母亲为女儿预备 因为要存很久很久的钱 才可以买这么贵的香膏在结婚的时候用 可是玛利亚把应该是他最贵重的东西 用在耶稣身上 因为耶稣在他心中的价值是配得 他给出他所有奉献他所有 这就是一种敬拜 奉献就是一种敬拜 是我们表达对神的敬拜 耶稣还有一次也是到一个叫西门的人家里用餐 这个西门是一个法利赛人 并且在他的家里也有一个女人用香膏来抹耶稣 并且用他的头发来擦耶稣的脚 那么这个女人是谁呢 圣经上并没有记载 可是说这个女人是一个有罪的女人 他拿了玉瓶成了香膏 并且将香膏抹在耶稣的脚上 也是用他的头发去擦耶稣的脚 还用嘴去亲耶稣的脚 法利赛人西门说 他若是个先知怎么会不知道 正在倾他脚接触他的这个女人是一个罪人呢 耶稣知道这个西门心里在想什么 他就解释给他听 他说如果有一个债主 有两个人欠他的债 一个欠五十两 一个欠五两 他们都没有办法还 所以债主就开恩免了他们两个人的债 那这两个哪一个人会更爱他呢 西门回答说 我想是那多得恩免的人 耶稣说你说的不错 就好像你去跟朋友吃饭 然后你忘记带钱 朋友说没关系 你不用给我钱了 今天我请你 那你们吃的饭大概是两百块钱左右 那你就很感谢你的朋友啊 这样的慷慨 但其实你还欠了另外一个人五百万 你正愁着没有能力去归还这个钱 那那个人说算了不用还了 你觉得你对谁的感激会更多些 你为什么会对免了你五百万 罪的人感谢更多呢 因为你觉得他给你赦免的更大 所以一个越是真实谦卑 能够认识自己 也认识到耶稣对我们的赦免有多大的时候 他对耶稣的爱就比较大 若是有些人觉得他自己也没什么罪 也没什么错 他虽然是个罪人 他知道他需要主 他不是全能的 可是毕竟比起其他最更大的罪人 他那一点根本不算是什么毛病 那他根本就是近乎完美啊 像这样的人或者是故意不承认 或者是完全没看到自己的罪 他也不觉得他接受了多大耶稣的赦免 他也不觉得耶稣给了他多少爱 因此他对耶稣的爱也是很少的 甚至于他觉得跟他没有任何关系 我们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 为什么自认为比别人高一等的法利塞人 很难得到赦免跟悔改 在这个事件之后立即就记载了 加略人犹大用三十块钱把耶稣给卖了 这样我们就知道为什么犹大认为 玛利亚很浪费 因为耶稣在他心中的价值 顶多值三十块钱 三两银子的香膏在耶稣身上 对他来讲是浪费了 有一些基督徒他们是不奉献的 或者是他们连最起码最起码的十一 都不愿意遵守 所以这也看出耶稣在他们的心中到底有多少的价值 每次聚会的奉献环节本身就是敬拜的一部分 所以牧师常讲的一句话说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不要空手 为什么呢 因为那就是敬拜的一部分 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就是要敬拜神 就加略人犹大所说的这些话 他的行动 他应该是将耶稣当作是一个 我们现在讲公司 或者是有潜力的品牌来经营 当他听到耶稣之前说到他即将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那么他应该觉得 这个品牌或是这个公司 或是我本来要支持这个很有前途的王啊 现在完蛋了 原来他是失败的 所以我用他的最后价值 把他卖掉 这样子呢 我还可以去寻求另外一方对我的好感 以后还有其他的路可走啊 不过他并不是一个非常诚实的经营者 这里讲到 他是个贼 又带着钱囊长取其中所存的 耶稣叫他管钱 结果他没有好好管 第七节 耶稣说 由他吧 他是为我安葬之日存留的 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 只是你们不常有我 你看耶稣多么的大度 就算他知道犹大的心中 对他是多么的鄙视 他还是为了四周人的缘故 讲解到 常有穷人与你们同在 意思就是说 施行周记这一件事呢 是常常都要做的 而且你总是有机会做的 但是 今天玛利亚 高在我身上的这个香膏呢 是为我安葬之日存留的 所以是历史上仅有一次的机会 后来耶稣被埋葬的时候 约瑟和尼戈鼎提供了 细麻布和墨药成香 来为耶稣安葬 可是却没有香膏 所以呢 父女们在安息日 他们去到坟墓的墓地 是为了要补上香膏 可是他们去的时候呢 耶稣已经复活了 而这个缺乏的香膏 是什么时候补上呢 就是预先补上的 所以这是 耶稣就讲的说 这是为我安息之日 所预备的 马太福音26章13节 我是在告诉你们 普天之下 无论在什么地方传福音 也要述说 这女人所行的 做个纪念 可见得 耶稣对于玛利亚 所做的这件事 多么纪念 有多么上心 而做到耶稣的心里去了 当他听到耶稣说 他要上十四架 被钉死的时候 他马上奉献出他所有 展现出他对耶稣的爱 他对耶稣的敬拜 对耶稣的感谢 并且为他的死做纪念 他不会像之前的彼得 说啊主你不可啊 你不可去钉十字架 你不可做这 你不可做那 马利亚就是很单纯相信 他信心的程度是非常大的 所以就算他所相信的主说 他要被害死 他要被施以酷刑 那马利亚想说 既然主要经历过死亡 那我就为他下一步来做预备 来做奉献 约翰福音十二章第九节 有许多犹太人知道 耶稣在那里就来了 不但是为耶稣也想看看 拉萨路 因为这个活见证 所以好些犹太人 为他的缘故 就回去信了耶稣 第十节祭司长商议 要连拉萨路也一并除掉 明明就有死里复活的见证 摆在他们的面前 证明耶稣就是基督 是上帝 但是他们的里面 没有丝毫的敬畏 他们害怕 因为耶稣的缘故 罗马人会夺去 他们的土地跟控制权 但是之后 他们的土地 被罗马政府夺走了 正因为他们拒绝了耶稣 接下来我们要奉献 每一次聚集来到上帝的面前 我们都要用奉献 表达我们对上帝的爱跟敬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